3,2,1,跑车 在三间金融市篮球委员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开球后 金融球迷期待的台皮直篮金融表演赛 在海洋大学体育馆正式开打 吸引了许多球迷前往观赛 一开始先由台皮英雄队对上金融联队 结果由代表金融联队出赛的市议员张浩瀚率先得分 引起全场欢呼 促成这场表演赛的蔡世英表示 金融市篮球风气兴盛的城市 希望未来能争取到职业球队进驻金融并冠名金融 因此需要修缮一座符合职业球队规格的球场 由于金融多雨 蔡世英更承诺将继续努力打造更多风雨球场 让热爱篮球的金融人有更多打篮球的场地 作为篮野会的主委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扩展金融的篮球运动 所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未来要推动 就是我们会争取职兰球队在基隆成为主场 这是我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在这个政策过程当中 我们首先会把我们的场馆在秀山完毕 符合职兰的水准 第二个 那至于在其他推动一般的业余篮球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过去这几年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我们盖了许多的风雨篮球场 是因为未来会继续来努力 让有更多的篮球室内空间 让民众有兴趣 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运动的场馆 台皮直篮队领队丁彦哲则表示 这是台皮英雄队与SBL篮球队 第一次联手到外线市进行交流 未来将持续深入校园 希望有助于篮球风气的提升 也希望说如果今天这样的比赛 我们可以让篮球运动在基隆市成为全民的运动 那将来我们也会在基隆市的各个校园 我们慢慢来巡回基督校园 我们希望继续把这样的一个篮球运动推广下去 对于许久不见的职业篮球队重返基隆比赛 本身也是资深球迷的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 郑景州非常感动 也希望未来真的仍有直篮队选择进驻基隆 让过去篮球实力层称霸全国的基隆 有机会重返荣耀 台湾Angelo觉得是能把台皮队肉脚带基隆的话 一定能带动基隆 因为基隆现在很出名 包括说最出名的林志杰也是我们基隆的子弟兵 希望说今天这种场面 让我们的篮球能把风气打开 而且希望台皮队能助打基隆 让基隆的篮球自然有这风气的话 而且我们体育馆 很多台皮要带基隆 会把我们体育馆的很多篮球的设施也会改进一下 让我们就用篮球迈向全国更强的队伍 除了基隆连队 台皮队还与刚拿下UBA 一班组冠军的海洋大学进行对决 虽然是友谊赛 台皮球员能展现职业精神 不论是进攻或防守都让球迷近乎连连 不过海大球员也力拼全场 最后仅以七分落败 对于基隆球迷的热情 台皮队总经理哈孝远相当感恩 也强调未来非常期待 能与基隆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好 好 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都有补助的画面